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13年国际天职业巡回赛 中国公开赛男单决赛是由王浩对马龙 那么王浩呢这次是在自己的家乡来参加中国公开赛 并且王浩呢也即将完成人生的重要时刻 即将举行婚礼 所以也非常希望想在家乡父老面前能够夺取这个男子单打的冠军 但是难度不小 我们一起来看这场比赛 那么在市井赛上 离止我想也看到王浩和马龙的那场对决 就是显得可能是因为马龙过于紧张 所以显得王浩特别强大 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这个从球路上呢 我觉得这个王浩呢可能也不是很怕这个马龙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他主要是有一个球 我认为就是反手的第一板球 反手上传的第一板球 两个人谁站的先机的话 谁就那个更会主动一些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比赛的时候 王浩始终能站到这个先机 可能包括过去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 好的 他为什么马龙跟他一直不太好打 就是他反手的时候老是让王浩抢了先机 他老是勉强在侧身 老挤着侧身 王浩这次啊 确实能够主动的调动他的状态 一个是在自己的家乡 再一个的王浩确实具备 通过视频赛我们看到确实具备这样的能力 对这一下 一下还是不够狠 应该再狠一点 再狠一点 就像张继柯这一下一切干下来 因为这个 这个 男的跟这个女孩还是有不大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 二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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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浩的正手反应超快 我们看到调打完之后 他对正手右半台右半方的保护 速度很快 所以这个乒乓球 它的魅力也在这 它有很好的技术 但是它换一个人以后 马上就不一样 你看王浩最明显 其实我认为在技术角度来说 马龙跟张继科不分播种 我认为都差不多 完全是从技术层面来说 肯定是在一个层次上 但是你看王浩打马龙的球 就觉得特踏实 对 它很自然 他打张继科这个球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这个球有压力 这个球就比较典型 马龙做的就不错 他没有加力的时候 他拼命加旋转 他反正总要发力 我主要加力 我都能抽你的话 我也是拼命加旋转 不要摩擦 没错 不让你抢到第一下身 加力 那么马龙王浩 他们俩的技术术的争夺点 一个是王浩呢 还是靠这种力量和实力 最好的状态 就是能够退出来半步 反手 正手能够发得上力 能够甩开来拉住马龙 这个就是王浩的最顺畅的一个技战术 能够打出来 那么马龙呢 一个是前三板的争抢 要抢先于王浩 前三板的争抢 再一个就是马龙的正手 这种反拉的能力 看看能不能发挥出来 但现在呢 就是王浩给他的压力很大 王浩的板板都是高质量 对 是吧 没板就过去都致命 对 今天来看这个马龙 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 你看到这个今天 应该说反抗做的不错 像这种情况下 就是从马龙的角度 应该多去调动 对 让王浩用第二判断来击球 现在第一局 马龙把比分的反超了一分 今天看就是马龙对这个冠军的渴望 可能要超过王浩 王浩进决赛 应该说就是胜利 这样十比八 马龙 先胜一局 在长春举行的中国乒乓球公开赛 南丹的决赛 一个是马龙能够把他的正手 前三板能够取得主动 正手的反拉技术 能够发挥出来 这个球就是马龙会主动 如果王浩 王浩在这个相持当中 他能够退出半步来 拉住马龙 也就是说让马龙 只是被动的防御 这个球王浩就会主动 像这样的球 大家看一下 马龙就会主动 马龙又还很弹强 马龙又还不太强 王浩加油 你觉得王浩输过张继科这么多次 应该说也打了这么多决赛 那么现在决赛的队伍换了 不是张继科是马龙 那你觉得王浩还会不会有这种 就在决赛当中失利的一种影响和干扰 我觉得公开赛应该影响不会太大吧 我觉得我认为可能对的人可能还是最主要的 因为这个王浩已经身经百战了 他已经有十年 在这个进决赛都十年的历史了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对这个人 我认为可能对他的影响还更大一些 比这个决赛本身 因为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他能决赛跟马林 他从球路上确实不好的 确实不太好的 那么现在就是王浩在进行发力进攻的同时 还要注意多板速的还原和连续 再一个你觉得王浩加一点速度 现在会不会效果更好 我认为就是说他王浩现在打这个公开赛 我觉得跟李小霞的情况差不太多 他们俩都打 但是你都没有在精神上可能完全的那种投入度 可能不像跟上到打赛的人那么投入度 所以他要盲目的提高速度的话 他可能会越速度会有很多 没错 有了 这个球王浩也是一个转机球 其实这球在对拉的时候已经有一些被动 但是这个球是你看马龙已经把它拉顶了 那么最后这个擦网也缓解了这个矛盾 没关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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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王浩把比方追平 8平 加油 王浩还是要多注意中间位的球 因为你退的稍微远些 另外你的状态可能不能达到像世锦三那样 那你必须要注意你的反应 保护你的中间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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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这两局都是这样 到8分以后 并不住了 第一局也是8比6领先 把他练输5个 现在这个8平以后 反面追到8平又练输了两个 这样10比8 现在马龙呢 在局数上是2比0领先于王浩 好 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 为您介绍 中国比方球公开赛 男子单打的决赛 王浩对马龙 1-0 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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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0 3-0 5-0 5-0 5-0 6-0 5-0 也就是说 10克 你能够看到他 她的那种热情 她的那种状态 他十克是非常积极的 在场上身轻如燕 十克能够保持 就是他这种高昂的痘症 几乎没有什么说 马龙因为这种身体的原因 或者状态不好 10克他都是有那种高昂的一种痘症 对 这是它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 是跟平时的积累有关系 对 就跟它的这个 跟它的银的性格可能也有一定关系 所以但是呢 我们更希望能看到在这个基础上 它爆发的那个点再高一点 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是更好了 就是咱们讲话它热情很高 对 它最高的时候它可能也就是80度 它不高的时候呢 50度 60度 你看张继科它可能是 不高的时候它可能是30度 但是它一高了就过100度了 这个就是跟可能跟人的性格 还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就希望这个 马龙能真实在这个 赛当中的时候 它有一个爆发的一个爆发点 爆发点 就像爆发力一样 打出超能量 现在马龙呢 是逐步的掌握了场上的优势 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孩子 而且就是干什么都很容易 你看我们世界比赛 之前在这个奥特利训练 有时候就是男帮女啊 就拿那个女的打一打也调节调节 马龙一局都不输的 坚决不输 坚决不输 让都不带让的 就是说他一点不松嘛 就是让四分 就是说他这个孩子这个品德非常 非常好 就是斤斤的每一个球 我都争取要打得最好 典型的乖孩子好孩子那种 教练省心 这样马龙啊 现在是大比分 三比零领先于王浩 好观众妹们 我们接着来看双方的第四局 李子 您觉得今天王浩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是在出在了哪里 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我觉得王浩应该从技术上来说 我觉得可能跟马龙 刚才我也讲了 关键他是反手为了这种争夺 这一块 今天马龙做的比较好 就是说他不 有机会我家里 没机会我家全面 让这个 王浩没有反手 优势 没有体财 发挥不出来 不能发挥不出来 就是没有那么强势 没有像那个 我就这么强势 但是 最主要我认为就是 王浩的就是 每个球扣的没有那么细 不像那个 经常打赛的时候 扣的那么细 所以马龙只要发挥他的反手的连续性和他的快速 让王浩拔不出手 王浩只要拔不出手 马龙就占据了主动 那么从王浩的角度来讲 就是如何能够退出来 正反手都有这种冷板 打出他的这种超大的力量 这是王浩的一个特点 过去的男的男队 他基本上是比较强 强调正手的那种攻击力 最近这个特别是这近几年 刘国梁那个总教练 他也提倡了就全面的那种进攻 攻守 正反手的攻势的这种军绳 所以我认为 从张继科和马龙这一代来说 我觉得男队的这个球呢 也更加丰富了 所以单纯正手好的话 现在已经很难在这个 男线上战着脚 好的 漂亮 对 今天你看他就 马龙就比较强势 反手也比较强势 这个这种强势 他不是单单的一个球 他是对整个全局 整个对全场球 的宏观的这种 这种这种控制 是起了一个决定性作用 好球 往后继续 谁先下纯手 谁先抢那个主动 谁就在整场 可能就会占有主动 在这个整场 那个过程当中 他也有可能 这个就个别的 就失误打不着 但是他这场的比例前 应该他还在自己的手里 那王浩和马龙呢 是王浩0比3 局速落后 现在我看王浩的这个球 敲的这个球 比过去有进步 因为这个纸板横打 这个是 反手的防御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看王浩的这个 两面那个拉 觉得就特别实 拉的 不管正手还是反手 拉的非常实 王浩在第四局 也开始了强势的反击 看看王浩最终能够 把这个比赛扭转成 什么样一种局面 王浩最终能够 王浩最终能够 现在王浩和马龙在第四局 打成了8比8 王浩最终能够 王浩最终能够 现在马龙赛点 10比8 马龙10比8 4比0的大比分 战胜了王浩 获得了2013年 国际军联制 终能够在中国公开赛 男主单打的冠军 我们祝福马龙 也感谢王浩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国际 我们的国际 国际军联制 国际军联制 如果说就不再买 我们的国际军联制 不结束吧 我们的其他人 军联制 上下 我们的公联视 明天 谢谢大家 好